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吳辦高森 彈球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啤梨 林匡正 Hello 大家好 當大家聽著林匡正分析 林鄭上北京政局發展的同時 Baby 報告一下天氣靠方 本港地區今天初時有日亮陣雨 日間漸轉天晴 最高氣溫約24度 不過今晚天氣較涼和 氣溫下降至18度左右 吹黃緩偏多風 風際間中清靜 只望明日大智天晴 早上清涼 平安日和聖誕節雲亮較多 風勢壓大 所以大家平安日出去玩安排 除了要注意安全 不要搞出人命之外 都要穿多件衣服 不要凍傷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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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的情況 別人 10分不足 Hallô Hallô Nô 我想知道自己的地方 你居然活着,你居然死了 你居然死了 你居然死了 你必须很想想想 一人的一位人 有大型的大型 你居然不在乎 你居然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 你会不会再来 你不在乎 你必要是 要不要的 你最先不太 보이는 , 大幅委屈你 сп duplic티 。 有一样的 , 我從回整,是 wanting . 我們發現 我只是想把我犯了 我只是想把我犯了 一切更多的血量 如果人不自由 就死了 世界上的世界是不成功的 兵彩的曝光领域 在全世界上 可否你能信任你的借口 我们就把这件事过了 我们有一个计划给你 一大大封码试是未来 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尽码它 如果你真的做到这件事 我想帮你 好 好 我一直在研究中 我一直在研究中 我们在研究中 我们在研究中 我现在在研究中 我恐怕什么 所有是 都在研究中 救命 The captain says you are a friend I will not kill you Thanks There isn't much time Every day they grow stronger There is a 97.6% chance of failure He means well This is our chance To make a real difference Are you with me? All the way We have a re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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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should be able to make a real difference We have a real difference We have a real difference You should decide You should decide 而淫威就逼寶寶 就幫我們留下豬肉和牛肉漢堡 哇 真是好吃到瘋了 那些豬肉和牛肉漢堡 就是低毒頻道MHK購買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品牌 我叫做Joanne牌 因為負責是Joanne 即是晉升 它的漢堡第一件事 通常漢堡你用粉打 就打得很實的 就是你吃過豬肉 或者吃過漢堡包 它不是很鬆化的 而且最難得就是很有肉味 即是現在不要說漢堡 你在街上買牛肉 如果不是在街市買的 你買一些急冰鮮牛肉 都已經是沒有牛肉和豬肉味 我們去西餐吃的漢堡 都很有牛肉味 不夠它這隻和牛肉的牛肉味 我又不敢說得那麼誇張 但是最低限度我記得 以前亞視的無線飲食節目 都說雞有雞味牛有牛肉味 現在不覺得那時候 我們是小狗和狗狗 雞雞有雞味 現在不是的 因為原來你真的買很多冰鮮肉 真的沒有肉味 這隻真的很難得它有味 那些賣了百多元的漢堡 什麼安格斯 對 這些就是和牛 什麼和牛 什麼韓牛和漢堡 不用說 我覺得這兩隻最好吃 而且有肉汁 我聽說有些人是投訴的 因為一煎就散 其實你不要經常攪拌它 你慢火煎了之後 煎焦了兩面 然後慢火煎 讓它慢慢熟 就已經可以了 其實不用下油 對 最重要是不用下油 因為你一下油 一下油就整個盤都是油 因為它本身是油的 即鍋夠熱 平底鍋不用下油 就不會散 即是如果你散 你就散一散它 就不會散 但是一個重點 為什麼我們說 不是賣廣告呢 因為沒有人能賣 因為Joanne說沒有什麼人賣 對 那些人說沒有什麼人賣 那些人說鹽的肉不夠實 實的那些才不是好看漢堡 對 那些人滴下很多粉 我經常打漢堡 我就告訴大家 你們已經走煎了 我真的告訴大家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而且我不懂得煮飯 那麼白癡都可以煎到很好吃 那就是我是一流 沒辦法但是沒得賣 只不過我告訴大家 就是MIHK常常有這些好東西 是 沒有人留意 過了才發現 最近名的 沒有辦法 這個價錢真的很大 如果你們想吃的話 我覺得你們應該 就要求鱷魚 再求駿星老闆 再買漢堡 或者訂 你先下訂 是 不知你們了 總之現在就不能賣 所以我就不算賣廣告 好了 今天想說兩套戲 第一套就是這個叫做 《決命十三分鐘》 其實它的名字幾兩尺 什麼叫做決命 等於什麼自決派那些 你自決又不是港獨 你自決又不是港獨 那你自什麼決呢 但是因為英文名叫做 《30分鐘》 德文名叫做 《Elsa》 《Elsa》其實就是 說回男主角的名字 《決命十三分鐘》 其實就是一個歷史改編的電影 其實就是一場 暗殺希特拉的計劃 導演其實近來都看幾多套和二戰相關的電影 包括這個《絕命十三分鐘》 還有你介紹的《薑》 《鋼巨嶺》 就是這個《Hexor Ridge》 哇 現在大陸說到風傳 是嗎 這個《決命十三分鐘》 在《30分鐘》 特別的地方 就是找了《Downfall》的導演去做 叫做《Hexor Ridge》 那這個《Hexor Ridge》 其實他 哪一部電影叫《Downfall》 不知道 不知道 但你一定聽過就是 《希特拉的《Cup》《有線》 就是《Downfall》的電影 我印象的時候很深刻 因為《Downfall》這部電影 就做成 不知一百八十幾分鐘 很長的 很瘋狂的 這個導演很大的特色是什麼 他的攝影其實很厲害 首先他拍到二戰的德國出來 《Downfall》就是說 希特拉最後的十二天 而這部《30分鐘》就是 他剛剛在1939年 正式向英國和法國宣戰之後 發表的一場 啤酒館周年紀念演說 被人嘗試去暗殺的事件 可以說是一頭一尾 《Downfall》就是尾 這個就是導演拍的頭 我覺得導演厲害的地方 首先他拍的感覺 《Downfall》是很有1940年代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否1940年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出生 但那個年代的味道 就是用很多冷色的 拍到很淺色的色 去做那個背景 等於我們以前看的 一些舊的二戰片 另外就是他很沉屈的感覺 很有氣氛或者壓力 令你覺得 那個真的是一個納粹德國 納粹黨統治的德國 這個做得很好 但他很堅持一件事 就是我不拍商業的 簡單來說 譬如《Downfall》 《Header Lies》 最後12天 差不多三個小時 就是不停拍室內戲 其實他有很多預算 但《打仗》的片段 是很少的 這套《Downfall》 也是一樣 不向商業低頭 簡單來說 譬如你拍《暗殺》電影 那時候怎麼拍呢 以前有很出名的電影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華爾基》的《暗殺計劃》 《Tom Cruz》做的 又是說《暗殺》希特拉 不過是另外一件事 那你暗殺的電影 通常怎麼拍呢 首先是說回 譬如《Tom Cruz》 他覺得德國不斷輸 最大的問題是希特拉 接著他就找一些智能道合的人 去策劃這個陰謀 接著去做很多準備 然後高潮委 就是去《暗殺》希特拉 那暗殺完之後 他會告訴你 成功還是失敗 雖然我們也知道是成功還是失敗 但是他會很緊張 調兵顯象 最後才告訴你 結果是怎樣 從來這樣做是最商業化的 處理的 但是13分鐘不是 一開始就告訴你 暗殺失敗了 然後就慢慢說回男主角 為什麼他會有一個平民 然後會做了暗殺人 暗殺者 然後說說跟他以前 女主角的生活 愛情 感情生活 這個導演是最喜歡這樣做的 就是明明一個很容易 可以處理做一個很緊張的題材 他就拍劇情面 我不是說不好 好 事實上兩個演員都做得相當之好 就是那個叫做 Christian Fredel 和這個 卡菲娜·斯康娜 都是一些很好演技的演員 我覺得他拍他們之間的感情戲 或者拍那個男主角 如何由一個很怕和理非的人 最後決定要暗殺 甚至炸死無辜的市民 都不惜代價 這個心態展變得做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那種劇情轉節 就真的 如果你很期望看一些 例如好像預告一樣 說得很緊張 一點都不是這樣的 只不過是一些人性化的 一些照片 我方是喜歡看的 是嗎 總之有一點 商業化我不喜歡 歐洲電影的那種藝術味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 不需要為了突顯你自己對藝術的堅持 要犧牲一些商業元素 他就特意拍到很平等 連戰鬥畫面全部都消失了 我喜歡這些反應 但是為什麼要說這套《決命13分鐘》 其實不單止是說這套戲 我覺得是挺值得看的 即使他拍到很劇情的感覺 不是很暗殺的感覺 但是一來片長比較短 110分鐘就完結了 那我就覺得完結了 因為這個導演很喜歡拍一些 很擁場的 這次不夠兩個小時 我覺得感覺節奏 一般人都會看得很舒服 第二當然是很切合我們香港 其實整套《30分鐘》是說什麼呢 除了說暗殺之外 主要是說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男主角是一個同情共產黨的左翼 但是他就很反對 大家都知道 在1930年代 極左和極右就是在威馬時期的兩個政治不穩的組織 極右就是納粹黨 極左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和納粹黨其實很多武力鬥爭 那時候那個男主角就說 雖然我是比較認同同情工人的共產黨 其實納粹黨都是工人階級衍生而成 不過不管這些不深究 但是他的堅持是一樣 不要搞那麼多政治鬥爭 不要搞那麼多暴力鬥爭 不要經常打架 我不相信暴力是可以改變到這個世界的 我只會用和理非的方式去宣傳等等 但是你慢慢發覺在劇情推進的時候 他身邊擁有的自由空間是一步一步的減少 即使你不斷和理非也不斷減少 首先就是他共產黨的朋友 因為當納粹黨上台之後就清算共產黨員 他的朋友被人抓去做勞改 然後他發覺他平時批判一下 德國政府都會開始被人警告他 甚至有人跟他說 你現在還沒被人抓 是你的幸運 其實你這樣跟政府主流的步伐不一致 你遲早被人監禁 譬如有很多德國人 是被人鼓動去仇恨一些人等等 其實這就很像我們香港 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我們一早已經知道 共產黨就跟納粹黨一樣 是完全剝奪了我們的自由 但是共產黨很聰明 或者當時納粹黨也很聰明 就是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积美群眾 譬如他會拍很多電影 搞很多懸游會 讓你去參加 不是啊 你看到裡面的德國人民都很開心 有得看電影 有得去嘉年華會 生活都不太差 好像現在很多的左交 古巴都不太好 你們啊 周秋席 你們的陶傑 你們的批評 加斯特羅 你多讀一些書 我覺得不是這樣 反而是像黃絲路士忽 即是黃絲路士忽 即是林志森 阿Q仔那些 現在我們香港很辛苦嗎 搞得要扔磚 扔磚改變到這個社會嗎 我們現在老老實實 打工有什麼問題呢 現在香港年輕人沒有什麼上流的機會 但是因為沒有上流的機會 你就要推翻政府 就要搞革命 其實那個戲法很像 對 我那個都像 人家不一定有得玩音樂 有醫療 你們怎麼說是壞 類似就是這樣 有牌給你吃就可以了 就是告訴你 其實那個政治空間 是不會一朝一夕之間變成沒有 它會逐步逐步 即是溫水煮話的方式 整部戲那兩個小時就是慢慢告訴你 就是怎樣由你都還有自由去選舉 接著去到你都還有自由去發言 甚至乎你都還有自由去不跟隨他的政治運動 或者他的政治的洗腦 去到最後 這個男主角我發覺真的頂不住 喂 一個最和理非 最反對暴力的人 最後都是要決定暗殺希特拉 甚至那些納粹黨台說 你知不知道什麼東西炸死 你不但沒有炸死到希特拉 你還搞到很多無辜的人死了 嗯 但是他說沒有辦法 那些納粹黨就好像我們上個星期說 好像吳智生一樣 喂 你要向德國人民道歉 你是不是說這些炸死無辜 真是殺殺石石 是 你現在炸死了那些德國的無辜市民 你其實是這個最 你口中最差的暴力分子 那個主角你記住 他真的是反暴力 他說暴力改變不了一切 但是那一刻他說什麼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我發覺 我即使炸死了很多無辜的人 但我會拯救到更加多無辜的人 這個就是一個和理非分子 他被迫功處決之前 最大的一個反抗 所以我就覺得 喂 其實這一套戲 就是我們香港 我真的還想想 香港有很多座家 就說這套戲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那個牧師 就是什麼 他們抓了什麼人 我們沒有為他們說話 我們抓了什麼人 沒有為他們說話 很相似 都不要說這些 現在是直接說什麼 直接就是我們現在香港 喂 你明明知道 共產黨是一個什麼政權 然後你還可以騙自己 就說我們還生活得很好 暴力解決不了問題 是 三千萬歲的苗房可以讓你們上車 是 不倪湯你扔磚嗎 有萬多錢的生活 你搞什麼東西革命呀 你有租的苗房 是六千塊 你搞了革命 搞了很多人 是受苦受傷 你有沒有向那些人道歉 是因為你革命搞別人 做不到生意 整身人 你不是說生意 你關了什麼 你說什麼沒有底線抗爭 吐氣裡邊全部都有些人 吐氣裡全部都有些人 然後有些人還為了 我們還是說過一些安穩的生活 選擇和政權合作 他們有良知 這套戲最好看的地方是嗎 他不是說所有納粹黨都是奸的 全部都是有血有肉的 他會知道這些是不對的嗎 他會不知道嗎 他一定會知道 就算那個迫害男主角的納粹區長 當納粹黨說我要抓他們的家人 他都站起來而出港 這些人是無辜的 就算是那個人喊了希特拉 他的前未婚妻 他前未婚妻的子女 或者他的家人都是無辜的 但是他最多可以做什麼 當你堅持和理非 當你堅持要在建制中跟這些人合作的時候 你就只可以說 然後他的未婚妻就照樣被人送上車 然後這個人就照樣被人處決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這些東西是常識的 又或者我們當然知道這個世界 有很多人是靠犧牲自己的性命 或者武力抗爭 在外國發生這些事 或者在電影出現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很合理 無論是左膠也好 那些黃絲也好 但是當這些事發生在香港的時候 他們就不能夠 這些人要向人道歉 你以為扔鑽又什麼 你不可以無底線抗生 所以我覺得 電影有一件事是什麼 其實是其中一個啟敵人心的工具 香港無論用 香港人就棄照看 繼承族就是要維穩 繼承族覺得所有武力抗命 或者犧牲自己去對抗政權的人 都是鬼 都是收盤賺當錢 都是幾乎悲哀 除了這套決定十三分鐘之外 合到一套 合到一套的Route One 就是Star Wars的外傳 為什麼又拿出來說 當然要先說一套電影 其實它是來自一套 我也很幸運 因為我沒有看劇情介紹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後來是這樣的 有很多我看劇情介紹的朋友 就很失望 因為他們都知道了 其實劇情就千萬 如果你不知道劇情 千萬不要留意 因為這樣看就很有驚喜 簡單來說 我不會說最重要的劇情 我不會說 一開始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星球大戰 星球大戰第一集 即是第四集 一開始就說公主被捉了 然後就說他有個死亡星的藍徒 然後人們就問 為什麼你會有死亡星的藍徒 因為有我們的革命軍的間諜 偷了出來 整個故事就由這裡開始 究竟那些間諜 怎樣偷了藍徒出來呢 這個故事有點像是七合五二 即是以前黑澤民的七合四 但他只有六個人而已 不要鬧鬧笑 即是他假裝七武士 但只有六個人 又是說這幾個人 無尼拉奸聚在一起 一起去星球那裡 去偷藍徒的經過 其他故事很簡單 前半部分是很冷廢 我真的很老實地跟大家說 因為你知道 現在Lukas Hart 就是拍星球大戰役公司 被迪士尼收購了 前半部分好像拍給年輕人看 我隔壁那兩人都很開心 劇情很簡單 政邪很明顯 即是一開始 講完劇情給你聽 都不緊要 因為你一定會猜到 就是說 爸爸媽媽被革命軍殺 被帝國軍殺了 然後他日後就成長了 然後他爸爸被人抓了 他媽媽被人殺了 之類 然後他因為很仇恨帝國軍 於是又被人不知道 去偷藍徒 這些劇情簡單到不簡單 然後在那裡遇到他爸爸 但他爸爸緊張的時候 又被人堆倒了之類 我不怕穿繭 因為劇情很簡單 但後半部分不同 後半部分的故事 當入了主線之後 非常精彩 精彩的地方在哪裏呢 實際上第一件事 我一直都嫌疑他 就是六個人 沒有什麼劇情的構造 沒有什麼角色的構造 就是樣樣說少少都沒有 例如男主角說到很不擇手段 就是為了達成任務 自己人都會殺 但是他最後就在說 為什麼我要殺自己人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已經見過更加殘酷的事件發生 所以我為了要完成任務 我是不惜一切之類 但其實也不是說 有一些很深刻的角色描寫 但那一刻我又覺得很合理 因為到最後在說什麼 其實這六個人 日後在歷史上被遺忘了 沒有人知道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貢獻 所以他才故意把他們的角色描寫到很淺薄 很表面 其實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有很多無名小卒為這個運動貢獻了 犧牲了 而我們是不知道的 就是這些素人 是的 還要被人帶你為何紅面抗爭 你為何戴口罩 我現在覺得很深刻 就是我們香港抗爭 香港有多少人為了這些活動 為了他們的理想 犧牲過自己 然後沒有人知道 還要被人稱呼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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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一幕 我覺得很印象深刻的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他們說 那個死亡星 你知道星河大戰有個武器 可以射爆了 他們說 我們現在要去偷藍圖 如果不然 我們就會被毀滅了 然後議會的反應又如何呢 糟糕了 他會射爆我們行星 我們要投降 這些就是黃絲泛民 到最後 因為你不敢暴力抗爭 你知道它是怎樣 我們唯有在建制內 盡量爭取 我們在議會裡面議政 我們唯有盡量選多些選委 這些就是裡面的議會 說不要去偷藍圖 就算你知道偷藍圖 是可以反敗為勝也好 就算你知道不要偷藍圖 你最終都會被完全消滅 他們也不要這樣 風險太大 剛才那幾人說 任務性失敗率是97.5% 那我怎麼可以做 反正都是輸贏 不如我們寧願慢慢死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 就是黎智英 或者他旗下的打手 我們盡量在體制內 改革進我們所能寸土必爭 但他們沒有說 這樣寸土不爭 寸土必爭的結果 一想定 最後的結果是 帝國消滅了所有本金 而是被人逐尺 對 就是被人逐個擊破 但是他們不會說 他們只是說到尾 我們都差不多一年多 就捱一下 我們就死了 或者捱一下 可能我找到一個地方 帝國軍找不到我們 我們就移民了 這個感覺很懶遲 還有這一套戲 簡單的說回一點 我覺得打鬥都OK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星球大戰 實在做了太多集 他真的沒有什麼突破 我印象中最深刻 星球大戰的動作突破 就是第三集 就是 星戰前進第三集 嘩 那些激光劍的 對策 真的很精彩 這套沒有什麼 隨便拿一支激光槍 就算 但是這件事我又覺得很合理 從來抗爭 就不是 很多人經常說 抗爭我們拿到最感動的一幕出來 其實抗爭最難辛苦 從來都不是最難激的那一刻 而是漫長的等待 承受很多內部人士的鬥爭 又或者去到 我們說很佛美的時候 譬如你被人拘捕去警局 就坐十個小時 就是不會有什麼奇蹟發生 所以這個都是我覺得 它反映到抗爭方面 不是很精彩 有戲劇性 好像那些黃絲包裝 都哭了 不是這樣 抗爭就是要有堅忍 耐力 和意志 但是這些東西 從來都不會被黃絲提及 因為他們的所謂堅忍 就是忍醉共產黨 或者他自己都沒有真的經歷過 是的 他的意志就是在建制裏 去選擇那些選委的意志 當然 最後我想說的是 這一套的聲戰 叫什麼 《合道一號》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段劇情是什麼呢 就是 有個 其實 講少許裡面的劇情 就是說 他要傳輸一些信息 去星球外面 但是他被一個閘閘了 然後 那個通訊員 他說 一想要打爛到閘 才可以傳出一些信息 然後他運了很多努力 去通知 那個閘上面的那些 艦隊 就說 一定要炸爛那個閘 這樣 搞很多 死亡很多人 最後他終於可以傳出 那些信息 但是他沒有說清楚 這些可以當作劇情 範博的一部分 就是那個艦隊一聽到的時候 他說 我們早就知道要炸爛那個閘 不用你講 跟著他們就炸爛那個閘 好笑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你花那麼多人力物力 去犧牲自己 或者你去搞那麼多事情 但是原來上面 一早就想著這樣做 不用你講 很多人說 這個就是劇情犯駁 人家根本就想 弄爛那個閘 你要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去告訴他們 要弄爛那個閘 但是這個我想一想 又很設立我們香港的抗爭情況 或者甚至抗爭的一個現實 有很多東西是屠還無公 人家就是笑了 高造 就是由高造論開始 然後又高造 然後現在就說 你扔了有靈用嗎 你可以改變社會嗎 又或者那些人都在說 你這一個暴力抗爭可以成功 你會想不懂得成功 就算是為何的 人家人在留言 你經常在那裡說 那你可以做什麼 這套戲都告訴我 有些東西其實就是屠還無公 重點從來不是窮逃勞無功 而重點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在做 其實我覺得構造論都不是錯 你去六四萬會 你去遊行什麼被人吵 全世界都知道你不是在做事 你是在懺悔 你就因為每年你覺得我只顧著賺錢 我沒有犧牲自己 那我就去遊行我當自己犧牲了 或者去佔裝 做一些贖罪券 但是如果真的講一些你願意犧牲自己去做的時候 沒有人保證成功 就等於那個通訊員 他以為自己在做一些很偉大的事 原來是浪費勾氣的 但是你會不會恥笑他 你不會的 因為他犧牲了自己 所以我們衡量一件事 究竟有沒有價值 不是他做完之後成不成功 不是很像那些傻子 廢老心那些說 你扔磚又怎樣 你改變了社會嗎 或者你良由說這些小學雞 你可以改變中共嗎 不是這樣看的 我們看的是什麼 是那個人是不是願意犧牲自己去達成他一個目標 即使他失敗不要緊 因為沒有人知道成功是失敗 說不定上面根本不知道 他如果不知道 你傳了一個信息 他就知道會撞下來 但是他不成功或者失敗 或者沒有意義都好 只要他是願意犧牲自己去爭取自己的理想和目標 我們都不應該恥笑他 因為說不定他做過一件事 或者將來有一個人都以為自己在做一些沒有希望的事 成功了 歷史上有很多革命 就是由很多人以為是屠勞無功的事發生了 而顯化了一個真正的成果 當然了 最後我覺得很好看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我不穿繳 但是他就說了一件事 就是 那一刻沒有事出來 殺了一些人 這樣 但是最後能夠拯救到這個地球 或者完成任務的人 你連樣子都看不到 是 革命 或者我們說抗爭運動就是這樣 不要經常追蹤著明星 什麼村長 長毛 不是這樣的 我們說不是素人革命 但是抗爭運動從來都是大家參與的 經常都問 你去了哪裡 什麼 不能見你 整個雨傘運動都沒有人出來 怎麼抗爭運動就是這樣 沒有很多推動的人 是連樣子都不能見 但是他在最重要的位置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要介紹這兩句 但是有很多人出來是為了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 如果是真的做得到的 我覺得沒有問題 總有些人是擔當領袖角色的 不要緊 但是你不能因為那個人 從來都沒有在那個現場拍照 Selfie 或者沒有說到自己是有參與 你就質疑他的 因為事實上我在 雨傘革命 魚蛋革命 就是見到無數的人 是沒有樣子的 不是沒有樣子的意思 不是他蒙了面 他沒有蒙面 但是你不認得他 他只是跟他說 是啊不用理我了 我已經被人拘捕了 你怎麼可以不為這些人 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呢 這個就是我看完這部電影 一個相當大的感觸 雖然我自己覺得 很多人可能未必覺得這部電影是好戲 甚至可能覺得難片 但是我想一想 他裡面的訊息 是很鐵合我現實的感覺 不過因為時間差不多 過了時間 下一節我們再說 下一節我們再說 下一節我們就會說國際環節 下一節我們就會說國際環節